每周四的时候呢 都是大量手游上线的日子 本周也不例外 都有哪些手游如期上线了呢 让我们先读为快吧 喜欢跑酷游戏的玩家 应该非常熟悉 12年推出的这款游戏 《滑雪大冒险》 如今它的续作《滑雪大冒险2》 也已经震撼登场了 在新作中 除了经典的雪山场景之外 还有沙漠 岩浆 地下矿道等新增的场景 脚下的滑行道具也变得丰富多彩 除此之外 角色的动作 表情变得更加丰富立体 玩法上还增加了多人对战模式 玩家可以使用多种神奇道具 以其他玩家实现面对面的亲密接触 上周提到的千呼万唤 醒出来的解谜大作《黑白雨夜》 也于今日登陆多个平台 迷雾重重的雨夜 密集压抑的街景 在这文艺法十足的场景中 玩家扮演的却是一名江阳大盗 想要在一众保安严方厮守的情况下 满载而归 考得不仅是手脚麻利 还有一种叫做时宜的庙述 玩家控制的盗贼可以将多个时空的自己 全部召唤到一起 一方引开保安 一方猎取宝物 这种设定也是够神奇的 让人莫名的就想到了神通广大的美猴王是怎么回事 冷藩大王的劳拉快跑也于这个神奇周四登陆一斗平台 虽然30元的价格让人略有不爽 但好歹它不是什么跑酷游戏 回合制的策略解谜还是值得期待的 游戏关卡设置在类似于古墓丽影系列光之神殿的场景中 玩家要控制劳拉在狭展的山谷上进行寻宝探险 而移动方式则是绕线走格子 此外 劳拉还要攀岩 甚至是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搏动 地形差异带来的困扰 隐藏的谜题都在等待着玩家解决 最后这一款是由First Order Games游戏制作团队 打造的地牢爬行游戏滑动盗贼 游戏结合了多种元素 在地下城中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相同的关卡 因为它们都是随机生成的 游戏中玩家要从俯视点通过手指的滑动 来改变一个自动奔跑的盗贼的方向 穿过谜题般的地下城 在场景当中除了有敌人等待玩家消灭之外 还有许多道具等待玩家收集 由于每一个场景都是不同的 能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展现玩家真正的技术了 好了今天的神奇周四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再见咯拜拜